吊销驾驶执照是肯定的 不过在发生事故之后啊 他表现的态度还不错 谢谢你了 江律师 司马的案子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路总 造势逃逸 是不是要判得更严重一些 那是自然 一般会判多少年 像这种情绪 要根据情节的轻重来定 最严重的一种就是 撞人 致死 逃逸 外交让人顶报 一般不会少于七年 最高可以判八年 进来 江律师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拜托了 放心吧 这结合我来办吧 再见 再见 陆总 被撞的人已经恢复清醒了 她只有一个母亲 赔偿款已经给她了 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心里好受一些 谢谢 陆总 这是给您的药 不用 我吃的药 每天随身都带着呢 您这个药是不快过期了 我觉得药效不怎么好 不会吧 上次在事故现场 我们先是拿您的药喂您的 没有反应 后来喂了新买的药 您才醒过来 好 谢谢您啊 客气 陆总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不当奖 有话就直说 别这么破 我帮忙 您最近的发病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了 是不是 没事 只有我自己都注意休息 还是服药 这个病 还是可以护肝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觉得 您得找一个人二十四小时来照顾您 您的健康 关系到我们整个公司的前途呢 来 陆总 我来照顾您吧 我来照顾您吧 你照顾我 你照顾我 我还不如找一个专业的护士来照顾我 那不行 一个护士成天跟着你 不等于跟所有人说 你健康出问题了吗 但是我比较合适 你不合适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二十四小时跟着我 你将来怎么找老公啊 你将来怎么找老公啊 我不知道就找老公啊 您的健康关系对我的饭碗呢 为了我的饭碗还有我的房贷 这些我都管不了了 这让我来照顾你吧 不行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您的健康 您的健康 您的健康